知名連鎖店披薩就推出過很多款 嗯 一直打嗝 等一下 改名叫羊皮 我也可以買到 我也可以免費拿包包的話 我現在明天立刻去改名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 VTuber爆新闻 大家好 我是子午計畫的 是今天的主播 大家晚安 最近非常有名的知名連鎖店披薩 就推出過很多款 推出過很多款烈奇口味的披薩 那近日呢 披薩店又傳出又在研發奇怪的新產品 那就是 沙拉貴披薩 它這個甜鹹的結合再加上外形 是做成烏龜的造型 这个 我自己是可能不太敢吃啦 因为它有香菜 我自己是 如果有人买我会愿意吃 但我自己可能不会去主动去买 你有吃过 就是披薩店他们做的一些特殊的披薩吗 皮蛋 皮蛋还有什么 你有吃过吗 没有 榴莲 对对对我最好看有榴莲的 我的天啊 我吃过珍珠披薩 还蛮好吃的 真的喔 甜的应该还行吧 对珍珠披薩我觉得还蛮好吃 它有点像在吃 就有点像在吃甜点那种 面包甜点的感觉 就甜甜的 但是它这次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龟 披薩 龟 我自己 可是我觉得 插柜是 我觉得如果它单纯 只是把菜脖放上去的话 应该会蛮好吃 可是因为它又有那个皮 我觉得会有很 淀粉过量的问题 但是它的那个口味 可能 不符合我们一般 大众会吃的口味 然后造型又特别的奇怪 它是 主要是香菜吧 嗯 对对对对 它还有香菜 造型我觉得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 那个那个卖相 其实有点难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有点 难以吐槽 可是我觉得披薩这种东西 对我来说就是 我自己也平常也不会去买 但如果有人买 我真的很蛮想吃吃看的 前阵子有一个 鲑鱼之乱 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新的 乌龙之乱 林乌龙喔 可是我觉得乌龙 这个名字应该比鲑鱼 普遍一点吧 对 乌龙感觉比较有可能 鲑鱼 鲑鱼如果不是特别去改 应该是很难会有人 真的就叫做鲑鱼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 日式连锁乌龙面店 为了庆祝十周年 店家特别推出 寻找乌龙人的活动 名字只要有乌龙二字 而且两个字 顺联在一起的民众 就能免费吃面一整年 没想到消息曝光 不到一天 这位乌龙人真的出现了 女网友晒出爸爸的身份证 名字真的叫林乌龙 而且跟店家释出的文案名称 一字不差 在不刻意改名的情况下 有这种巧合吸引近百人按赞 连乌龙面店的业者也惊叹 竟然这么快就能找到 这位乌龙人 无情的鲑鱼收割机 城归城 土归土鱼鲑鱼 连锁寿司店推出 只要名字有鲑鱼二字的人 就可以整桌免费 当时全台有充分都是年轻人吧 把名字改成鲑鱼 年轻人去改 一时忙不过来 还有日式连锁猪牌店 过去也曾经寻找猪牌人 只要姓名有未曾猪牌 任一个字同音的人 也可以免费吃 一整年免费的乌龙面 我觉得 还不判划算 只是他可能就要忍受那个乌龙面的 你 你几乎每一餐都要吃乌龙面 对 那乌龙 我觉得这个名字至少比鲑鱼好听 嗯 一时大哥 等一下 那如果今天 你应该不会去 为了这种 就是小钱去改名吧 我就算是大钱 我也不会为了这个去改名 那如果今天他有那种活动 是比如说你改名叫 显卡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4090免费送 然后以后只要出新的 你都可以免费拿 你会不会去改 你说他以后只要出新的 我就可以免费换显卡 对对对 如果NVIDIA好了 NVIDIA 你如果改名叫 我不知道 你说他出到50 60 70 80 90 10 只要我叫显卡 我都可以免费拿的话 那我会愿意改 因为那一张好贵啊 我也会 如果我今天 改名叫羊皮 我也可以买到 我也可以免费拿 包包的话 我应该也很愿意 我现在明天立刻去改名 喜欢我们的话 欢迎去追踪订阅 我是足矩计划的系 Seki 那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啦 晚安 ling by bwd6 感谢观看